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九单元第五个部分 有关于我们历届词题的讲解 我们来看第一题 面对十二年国教的实施 当前的老师应该承担的课程角色以有别于过去 请提出四项教师应有的新角色 并加以说明之 我们知道十二年国教是以学生为中心 强调终身学习者跟环境之间的互动的核心素养的养成 另外强调自发互动跟共好的素养 三个面向 然后还有九项A1 A2 A3 B1 B2 B3 习惯习惑习惑习惨能力的养成 这样子素养的养成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老师就不会是主导者 他可能是从旁的音价协助者 他也可能是 不会是按照教科数据教学 他可能会带领学生去批判性的思考 所以教师成为转化型的知识分子 接下来说 有关于不同的情境脉络底下有不同的特色 那同样一个概念在不同情境底下 去尝试的话 也许老师会涉及到多种的变化 也就像Green里讲的教师及陌生人 或是教师及赢家协助者 教师及那种引导者 教师及转化型的知识分子 或是教师及那种导演 或是教师及那种跟学生在一起的伙伴等等之类的 也许可以透过这种观点来说明一下 强调那种以学生为主 强调那种重视那种整合认知情依价值态度 技能之间的那种能力 然后重视情境脉络化下的学习 还有那个素养导战第三个是重视学习历程 学习方法策略应用 还有生活之用的实践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从事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看到课程实施的问题 第一个,教师是课程执行者 只要拟定完善的课程计划 就能够改进课程品质 这样的说法偏向何种课程实施的观点呢? 忠实实现吗? 是属于忠实观 第二个,某教师坚持依据教科书的内容进行教学 以达成预设的课程目标 请问他的做法偏向于哪种课程实施观? 依依教科书 也是同样是中实观 接下来,王老师认为 教科书是由专家学者依照课程更要编制 教师只要遵守教科书内容进行教学 即可达成能力指标 这种想法反映的是哪一种课程实施观? 也是照表操课,按本教学 中实观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进阶题 蔡老师在偏远地区的学校任教 准备高年级的社会领域课程时 发现课本中所举的实例 如捷运或银行 都是任教学校社区所缺乏的 因此蔡老师使用网络资源 辅助学生了解课本的实例 蔡老师的课程实施观点为下列何则呢? 你们觉得呢? 看到课本实例里面 好像是任教社区里面看不到 所以老师用网络资源 好像有进阶了嘛 但是他去查查看 这个课本局的实例到底是如何 所以还是看的东西还是跟社区之间比较无关的 还是那种课本 比如说课本列了一个花冬大桥啊 或者说屏冬大桥 就可能说我们社区里面没有这个 老师开网络给你看 所以说呢 这一题大家小心一下 那还是属于中实观的观点 因为他没有说 那我们就调一下 就不用网络去调查外面是什么嘛 我们就直接看搜照社区的桥梁等等去代替就好了 接下来在学校课程实施的过程之中 教师采用协商模式与互动中修改既有的课程 这是属于哪个观点 我们讲过嘛 教师可以依据情境跟课程设计者互相去协调的 是属于相互调试观 接下来张老师在学校的课程发展 委员会总主张 学校本位课程的内容应该做原则性的规范就好了 不需要做太详细的设计 然后以便老师实施者能因应不同的情形进行修改 这种主张就要符合哪一种课程实施观 我们看到因应不同情形修改 这一定不会是忠实嘛 是相互调试观里面强调的 这题为什么就可能不会到地照观去 就是因为地照观里面可能会去更强调说 那种师生一起共过不是老师去主导的这个要素这样子 会强调说那关怀到学生所学到可能涉及到的潜在课程 意识形态等等之类的生活经验等等之类的那种东西 就不会说只是老师当方便去想 所以说还没到地照观 王老师通常在掌握数学教科书的主要单元观念 常以字编讲义授课 并加入公式证明和很多练习题目 他也是主要的单元里面有去按照那种学生的需求 然后去加入一些证明或是练习题 帮助学生去学习 所以说还是没有到那种 他里面没有落实观 这个程度 那当然不是忠实观这样 好接下来 余老师在备课时发现教科书的部分内容 可能会对学生产生负面的潜在课程影响 我们刚讲到对学生那种经验课程的阶段 或是师生共募课程 或是学生到底学到什么的创造哪些缔造 哪些有意义的学习经验 就会比这属于失落实观 好我们看一下 便于同彩教职共同设计不含潜在课程负面内涵的新教案在家里实施 余老师的作法 就要便于哪一个课程实施的观点 那这一题是地照观 之所以不会是调试工 我是觉得说是因为 在那个老师也是翻出那个提出课程实施三种观点 学者的paper里面有讲到说只有那种 地照观会涉及到潜在课程的探讨 不只是探讨说我要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而已 还提到说那学生的经验里面 会带来什么样子的长所性的影响 所以是地照观或是落实观 其实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enactment perspective 它是属于这种地照观的观点 接下来下定哪一种观点 认为说 课程实施是师生在教室中藉由实践的历程 发展出彼此交和学的经验 诶 师生之间实践真的具有实践 共同去实践嘛 教跟学 地照观 也不会只是老师当后面 去按照情境去更改而已 接下来有关于 课程实施 地照观或是落实观的叙述 拿者最贴切 采用目标模式 当然不会是 教师执行 当然也不会是 重视师生的经验 好像是对啊 老师必须要训练 这不对 答案是C 接下来 课程实施 地照观的叙述 下列何者最贴切 采用目标 然后代理者 这个刚刚重复了 好 哪一种课程观点 强调课程实施是应赋予老师 发展跟实施 课程的专业能力 然后最能够赋予老师专业能力 可以去完全去修改 然后共同创造 是属于地照观 这样子 那我觉得像物调出观 所以说可以按照不同 情境的状态去需求 但是呢 还是不在于说那种专业里面 可以专业自主啊 去决定跟创造出自己课程 也许这一题是基于这个理由 会比较偏向于说 地照观的观点 而不会说只是说 那个只是 按照既有的内容啊 去调试调整一下 去改一下而已这样子 接下来近年来 老师的教学由教师教什么 转变为学生学什么 此一转变接近何者理念 A 教师是教学的决定者 学生是学习者 好像不对哦 诶 教师先确定教学目标 再关心教学内容 那教师先了解 教学内容 再分析学生学到什么 教学产生是因为有学生 以学生为中心 在需要教师进行教学 所以答案是D 好 下列哪个影域 最能够说明 课程是师生 共同创造经验的历程 课程是处方 然后B 课程是前留下的武功秘籍 课程是大人为孩子准备餐 好像前面三个都是大人为小朋友交代 有权威者为那个受教者交代的嘛 那个提供的 没有选择 最后是 课程是导演跟演员一起完成 师生一起完成 所以答案是D 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之中 教师应该讨战传统中立的课程假设 思考课程是否反映社会现实与文化多元性 上述转型的课程领导符合哪一种挑战传统 就可能是会有一种批判反省 不会只是想象耶 他真的有挑战传统批判力 下列合者不是转型课程领导的重要内涵 重视创造 鼓励批判 重视合过意义 诶 这前面传统好像都有 重视忠实 忠实就不对了 好 有关于课程领导的叙述 下列合者为正确 学校的课程领导者 就是各领域的召集人 然后教师仅能参加 没办法做课程的 其实没有教师都可以做教师领导 校长只要做好行政领导 不需要做那种课程领导 当然没有 校长要自己跳下去教了 有关于课程发展跟改革的地方 就有课程领导的需要 所以答案是第一 相较而言 下列合者叙述最接近教师及研究者的理念 贾老师参加研习 展现研究精神 好像没有针对课程去研习 乙老师正在进修硕士的课程 提升有关于研究的能力 你读很多paper 好像没有针对实物去做描述 然后丁老师强调各种教材教法的改进 实际的教材有 有关于自己提升教学品质与成效 好像是对的 丁老师取得博士学有学术研究 然后答案就是C 因为它比较牵向于实物型的研究 然后教师在教师的情境中 发现教学和一些课程方面的问题 进而从事研究 探究与试验以解决课程问题 这种研究比较倾向于哪一种 就是一种行动研究嘛 提出假设 然后去改进 或者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 某校老师发现学校读书风气不佳 为了了解解决这个问题 组成一个团队进行研究 这个属于什么 就是行动研究 教师常用行动研究来解决教育现场问题 促成自我的专业反省 下列何者最适合为教师行动研究的主题 探究教学和学系领域的成效 解决流浪狗好像跟教育无关 探讨教育部的困境 这个比较大范围的 解决平衡部落差 这个是学者专家做的 所以答案是A 如果林老师想要运用行动研究解决教学上的问题 就必须要了解行动研究的性质 下列哪个观念是错误的 A 方法比较多元 B 偏向直信研究 C 在特定行进行 D 属于教师单独进行 当然不会教师单独进行 因为涉及到师生 甚至有合作型行动研究 跟其他的老师或是外部的专家 一起学做来处理 王老师参加环境教育研习活动后 即或在自己的班级加以尝试 以测试这项课程的效果 他的课程概念最符合下列哪一种呢 A 学习科目或教材 B 研究或探究的假设 C 教育的宗旨和目标 D 教学计划或学习计划 这叫尝试研究假设 志强国中根据教育政策要求老师 推动友善校园方案 叶老师认为其基于学校的要求 只好配合完成 陈老师认为参加该课程设计 因而对友善校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并在省时后进行检讨与改进 就行动研究而言下列论述何者正确 A 叶老师偏向实践行动研究 我们看到叶老师好像忠实的配合 陈老师有去探讨如何改进 叶老师就不会是那种 陈老师偏向技术 没有 他不是技术 他会去改进 叶老师偏向批判的 好像也不是 D 陈老师针对偏向实践的行动 真的他有去改进 答案是D 张老师在质疑学校行政人员为某政党宣传 并在行政处理上有厚齿薄比之嫌 请问张老师的这种反省 较接近下列哪一种 批判性的反省 实践行动的反省 技术性的反省 假反省 答案是批判性的反省 他有批判这个问题 但是也许为什么不是实践行动的反省 就可能他没有去做出某些事情去改进展 下列何者不是教师及转发型 持识分子的意义 我们知道这个亨利举路提出来了 教师是促进社会民主的能动者的 教师必须觉醒自己的政治角色 教师以规章惯例作为原则是当然不对 教师应该批判教育中隐含这些事情 对 所以答案是C 王老师眼见社会日趋M型化 富者岳父 评者岳评 因此带领学生探讨全球化 資本主义 社会福利政策等 对个人和与社会造成的影响 并讨论解决之道 根据举入的理论 王老师在此教育过程中 扮演何种角色 A 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 然后好像不是嘛 他举入的就是批判的 B 追求社会转型的公共知分子 好像是这个 C 运用合法完全为教化学生 不会最强压的 D 对政治意识型耐情 考识中意 这也不是没有批判意思 所以答案是B 下类合者属于教师在教师层次的个程决定 A 决定学校院级 这个不是教师 B 跨年级 C 利用谈进时间进行补教教学 D 选择适用教科 这个也是全学年的 所以答案是C 淑贞是一个教科书的编辑人员 他认为教科书应该具细迷移 把教学的内容流程交代清楚 老师们就可以忠实的依据教科书来教学即可 这样的想法偏向于哪一个概念 A 真全不能 B再概念化 C防范教师 D再重拾技能 我们讲到说 美国1960年代开始 怕老师乱教猫 没有维护品质 所以 强调说 按表超科 按教科书来教 就这样是Teacher Proof的课程 再强调 教师专业自主的今日 关于教师与课程的关系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教师没有权利参与课程内容的决定 B 教师无需于下课后寻觅时间跟资源来规划课程 D C 教师判断 课程品质无需迁就社会大众的爱好 D 教师分析课程价值无需考虑政治大环境的复杂性 A错 B错 拿C是正确的答案 为什么 就不是好像那个什么 一个老爷爷带着孙子 然后骑着一个驴 牵着一个驴子在市场走 不会人云云云来去改变 因为大众的风向就跟着改变 而是有专业判断 接下来 数学领域的老师尝试改变上课方式 并评估其成效 以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 他先导引学生提出 学习问题 学生再透过小组讨论提出不同的思考与解决方式 并请学生将小组的想法与全班分享 这个属于课程实施的哪个方面 教材改变 不是改变教材 教材内化 也不是内化 角色改变 有啊 把角色从老师讲 变成学生学 实施改变也是没有 只是让学生去讨论 所以答案是C 一个新的课程实施后 若教学者越关心下列合者 则表示课程实施的程度越高 A 我在教学策略上移做哪些调整 B 此课程对我的负担有多大 C 学校如何平静我的绩效 然后 D 我如何取得有关此课程的资讯 以了解其精神 真的落实到实施的层面 这是A 我在教学策略里面如何是精进跟改善 好 接下来 定期了解课程推动与实施的问题 并提出改进对策 此属于下列合者的权责 那个实施问题 改进去 我们知道学校的课程里面 就属于课程发展委员 可以去管理 好 我们看到这一题 课程学者 Prater 认为 教育人员对课程改革的态度 可分为五类 且呈常态分配 下列叙述合者 符合其原意 A 反对者占比例最多 B 支持者占比例最多 C 反对者比例大于拖延者 D 沉默者比例大于支持者 我们看过PPT里面 通常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样子 不过这题算是死背型的题目 所以答案是D 这样 谢谢大家 好 那么感谢陈峰宇同学的那种 帮我们编排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部分到此结束 拜拜